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受到活躍的偏南氣流影響 我們今天繼續都是陽光驟雨的天氣 昨晚也有雷雨影響我們 雷達影像看到 雨區基本上是由南向北飄上來影響我們 由午夜到今早7時多為止 我們東部的部份地區都錄得超過有20毫米的雨量 大家今早出門口上班的時候 最好就戴上傘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得到 在珠江口附近仍然相當多雲團發展 不過稍為在我們東邊一點的地方 雲層有些轉薄的跡象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都會見到一些陽光 稍為遠一點 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一個相當大的雲團 這就是強烈熱帶風暴尼伯特 我們預計尼伯特 接下來的幾天都會逐漸增強 並且會移去呂宋以東 至到台灣一帶 一般來說如果有熱帶氣旋在台灣附近 我們的天氣風勢都會比較小 而且天氣都會比較滿熱 大家要留意了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我們預計今天將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都會有幾陣的趙雨 天氣都會挺熱 最高的氣溫會有32度 如果大家需要做戶外活動或工作的話 記得多喝點水 小心中暑 明天的時候仍然都會有幾陣的趙雨 到這個星期的後期 天氣會轉為大致天晴 而且是天氣酷熱的 最高的氣溫會有34度 大家要留意了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